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古偶大年来袭 2022年11部古偶剧代播,顶流云集,美女帅哥扎堆 自从双男主剧的发展势头变弱之后 古偶剧的流行趋势,似乎再次又回来了 虽然古偶剧的市场大家依然并不看好 但是古偶剧真的非常爆演员 比如杨幂,杨子,赵丽颖都是从古偶剧爆红的 邓伦,任嘉伦也是从古偶剧爆火的 诚意,袁冰炎同样是因为一部古偶剧才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 所以在双男主剧之后,古偶剧的数量立马就跟上来了 根据目前的拍摄进度来看 2022年有11部古偶剧代播,是实打实的古偶大年 不只如此,演员阵容更是顶流云集,美女帅哥扎堆 比如顶流《花旦迪力热8》的两部古偶剧 和坐任嘉伦的《与军出相识》 搭档龚俊的《安乐传》 两部剧都是S级大制作 且男主任嘉伦和龚俊也都适当红小生 所以期待值一直都非常高 肖战任敏主演的《玉古瑶》 有肖战这个一线顶流男星《玉古瑶》自从开拍一时,就热度超高 女主任敏之前因为古装扮相受到了一些争议 但好在演技口碑保持得很好 罗云西白鹿主演的《长月静明》 这两位都是古装扮相很赏心悦目的演员 再加上《长月静明》的造型非常用心 所以热度也非常高 杨子诚意主演的《沉香如蟹》 这部剧算是杨子的回归之作 毕竟之前大火的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后 杨子再也没演过古偶 诚意也世纪流离之后 再次接演《古装仙侠》剧 顶流花旦和当红小生的合作 早就被很多观众预定为下一部爆款 杨超越徐正希主演的《众子》 徐正希凭借近期热播的《燕与富》 再次收获了一波好评 杨超越现在的演技表现也越来越被认可 再加上经验的古装扮相 让这部剧非常有黑马气质 刘亦菲陈晓主演的《孟华录》 被称为《颜值盛宴》的一部大剧 单凭借刘亦菲和陈晓的古装扮相 就足够吸引观众了 袁冰岩刘学义主演的《落花时节又逢君》 袁冰岩凭借《流离大火》 刘学义则世代曝小生 再加上古偶这个题材 很有希望再红一把 赵露丝杨阳主演的《且是天下》 顶级流量小生杨阳回归古偶 搭档新晋当红小花旦赵露丝 再加上戏外的各种传闻 看点十足 周野侯明浩主演的《护心》 有山河令的《滤镜》 以及侯明浩的《高颜值》 周野能够扳回一城 也是说不定的事 吴磊赵露丝主演的《星汉灿烂》 继《长歌行》之后的二次合作 在《长歌行》里 就有不少粉丝刻CP 这次开始正式合作了 不知道CP感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所以对于2022年代播的11部古偶剧 你觉得哪一部最有爆款项呢